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你的房子现在这个粮的情形 它是不是属于一个重大瑕疵 无法修缮 心急如焚的福州合一宅住户 忙着向肖保官 律师 以及济师们厘清疑虑 新北市府一号成立了申诉中心 短短三天就收到 240位住户的案件 不少人气到想退屋 而高达15% 相当于百万元的违约金 更是让他们气愤难平 这是他们错在先 不是我们祝福 我们不要这个房子 都是他们自己本身的问题 不能接受这是日生生问题 不是住户的问题 而且政府应该出来 依照目前合约来看 未交屋的违约金 住宅的部分是总价的3.2% 车位则是5.6% 但定金建商现在倾向全额退款 以拨款未交屋的利息 则是由建商来吸收 但是以拨款已交屋的住户 目前的退场机制 则没有明确答案 原则上是安全就好 对 因为毕竟 那个房价相对来讲 现在要买不容易 裂缝少可是宽度很大 那种情形就是 多半是它干净续接的地方 没有达到设计的标准跟要求 在正常情况是不应该发生的 连结构技师都不会言 地下室大梁出现这样的裂缝 并不正常 而新北市府强调 A3 A6区安全检查位过关之前 暂时停发使用执照 至于已经发出使用执照的A2区 如果安全疑虑没有办法解除 不排除撤销执照 住户等了三年多 砸下半生积蓄 现在却面临新家无法入住的情况 而现在订金跟违约金 后续该如何处理 日深深表示 最快本周五就会有结论 借林冬明珊红杏美式报道